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上次看到63集 那這裡主要就是 唯是中的主張 唯信論者 唯是中就唯信論者 跟外境論者 他的差別在甚麼地方 就是對於 外在的 或是說對於 境的一個認識 因為講境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唯視他們不承認外境 就對於近的認識 唯視中的講法 跟外境論者的講法 是不一樣的 差別在什麼地方還記得 比如說我們說 要產生看見青色的眼視 那以外境論者的話 它需要幾個條件 就產生看見青色的眼視 是不是要青色這個外境 還有眼根嘛 那一般 青色就是索圓圓 眼根是不共的真上圓 這應該知道嗎 還有等無間圓 等無間圓就是 前一刹那 或者前一秒滅的那個視 這前一秒滅的視 或者前一刹那滅的視 它可以是六視的任何一個都可以 那這個叫等無間圓 外境論者的話 這三個都要有 它才能產生看見青色的眼視 可是維世忠的話呢 他的眼根 眼根是什麼東西 還記得嗎 如果在我們上個禮拜看的 維世忠講的眼根是什麼東西 功能或者中子或者吸氣 這三個是同意思嘛 維世忠認為眼根是功能 或者中子或者吸氣 那 那它的外境呢 是跟視 就跟那個看見青色的眼視是 它的近 它的近 跟近就是青色 跟看見青色的眼視呢 是同時產生的 等於 看見青色的眼視跟青色這兩個呢 是同時產生 變成說青色並不是 產生看見青色眼視的音了 在維世來講的話 因為青色跟看見青色也是同時產生嘛對不對 同時有什麼產生 功能所生 這個就是 維世論者 維新論者 維世論者 跟外境論者很大差異 這個我們上次都講過 外境 論者 這個地方一定要 這個一定要記得 不然我這一段會很難讀 就是 維世 他們的 這個 譬如說這 因是什麼 果是什麼 外境論者的話 因要有三個條件嘛 就是有 所緣緣 不共增上緣 還有等無間緣 好 那這裏 呃 藏文是沒知道 這個叫 米間 好 這個叫 達 間 那不動的話就再加一個TOMO MAIN吧 TOMO MAIN吧 好等我接著TOMO MAIN TOMO MAIN 好那以剛講的那個例子 就是所因緣就是青色 青色 不共真上緣就是眼根 等無間緣就是剛滅 剛滅的 四 任何一個四都可以 六四的任何一個都可以 然後這三個條件都有的話就可以產生 看見青色的顏色 等於 等於 這裡主要 這兩個的差別主要是在這裡 就是說 一個是近的差別 一個是根的差別 就是說 外境論者它的青色呢 會是在陰的階段 眼是會在裹的階段 不一樣 可是如果是維斯中的話 它的音是 我們說它是功能 然後這個功能 維斯中把它叫做是 近色根嘛 近色根 其實就是 不共真上緣 音的階段是功能 然後這個功能把它叫做近色根 把它稱為 然後到果的階段呢 等於說 這個近色跟它同時生兩個東西 一個是看見青色 一個是青色 一個是看見青色的顏色 外境論者 這個青色是外境喔 它是 這個外境的意思就是 存於心外之境 可是維斯中講的青色 它不是存於心外之境喔 它是心 變現出來的青色 就是 它是 呃 在 入中論裡面講法叫 辨識 青色 它這個青色不是 存於心外之境 它不是一個外境 但是 呃 假設有人問說 維斯中承不承認近 承不承認 承認喔 這是他們的近喔 只是它不是存於心外 維斯中還是有 有近的主張喔 喔 這個千萬要記得喔 就是說 他們的近不是外境 但是他們承認近 這個青色 不是外境 然後它會辨識青色呢 其實 是因為 跟前面的功能 我們說這個功能等於種子 等於吸氣 是由這個來的 由這個 跑出青色 又看 跑出 或者生 我們講生 生出青色跟生出 看見青色的眼視這樣 變成近跟視是同時 同時出現 外境論者是 青色是因的階段 視是果的階段 不一樣 對 這功能是內包 內包 種子是三分 吸氣是 啪啪 然後它的青色 它會用那個 摩 摩或者 摩波都可以的 這兩個都是青色 對 這個是 摩 捅 隨 你 那麼像 嗯 大概是這樣齁 那這個叫 王波鼠肩膀 上個禮拜就看過 那這個是 等一下 這是第幾季 這個是第六十三季 那上次我們看到這個的解釋 我還沒看完 所以這一季呢 其實就在講這個 這一季就在講這個狀況 我也是認識他們的 青色這個鏡跟看見青色這個鏡的掩飾 它是從功能所生 往這裡就可以了 那這個計算裡面的根呢 根字種是同一個東西 這兩個就是同一個東西 有沒有 他們不是把功能稱為鏡色根嗎 這個根就是種 因為 功能等於種子嘛 這個根就是這個種 鏡色根 自種 那這裡有個字對不對 自己 這個字是什麼 是 是自己本身的種子 能夠生是 自己的種子 所以這個是其實 指的是這個是 所以字種就是是種 生氏的種子 它只 因為 寄送的關係 所以它只能省略成字種 可是這個自己是指 是本身 是本身的種子 那這個種子 它可以產生氏 始終從根所生氏 無外索取 外索取就是外境 沒有外境 然後 等於 這個氏是從字種生 辨識青色呢 也是從字種生 所以我自己把它擦掉 可以喔 這可以擦掉 所以這裡 根等於字種 然後 字種 它生氏 它也可以生氫等 氏跟氫等這個靜呢 都是字種生的 就是這個 這個圖 所要顯示的 那無外索取呢 這個外索取就是外境 等於說 在沒有外在的 青色的情況下 無外索取 就在沒有外在的 青色的情況下 然後 由字種呢 變出青色 跟 看見青色的顏色 生出啦 生出 看見青色的顏色 跟辨識青色 所以這個外種 外索取呢 你們可以註明 這個是外在的青色 存於心外的青色 這個 這個 等於這個 字種 所以 讀到這裡 便是青等 讀到這裡呢 就是在 講這個情況 那 魚不了 這個魚 雖然它用愚昧的魚 但是 其實指的就是 一般的凡夫 有時候會翻成 凡魚 凡魚 在佛典裡面講凡魚的時候 不見得說這個人 智商很低的意思 不是喔 只是說 他 相對於 聖者 或者智者來講 就是 凡是相對 相對於聖來講 魚是相對於 智者來講 就是 等於 一般講凡魚就是一般人 一般人 那這個一般人 還是很不清楚嘛 什麼叫一般人 在佛典裡面講的一般人就是 你還有無名的 特別在維持中來講的話 有法我職的 還有法我職的 好 那這個法我是什麼 就是有 認為有一個 外禁 法我其實是外禁 或者 能取所取一職 能取外禁就等於 能取所取一職 能取的心跟所取的禁呢 是不同職的 異職或者異體 有時候有 我的翻譯會翻 也是一樣啊 聖者都從見到位開始算 等於 見到位他有辦法 現官法我 見到是開始斷 法我職的種子 開始斷 見到以前沒辦法 見到以前只能 扶法我職的現行而已 但種子斷不了 那見到開始斷法我職的種子 斷到 無學道全部斷完嘛 就是 斷完的時候就進入無學道這樣 應該這樣這樣 然後整個修道的過程 就是把法我職 從粗的斷到細的這樣 過程是這樣 但一般我們講聖者 都是見到開始 那 異職怎麼這麼解釋啊 異職就是異體 不同體 心跟靜不同體啊 其實就是心外有靜的意思 我們說外靜 跟能取所取意識是一樣的意思 心靜不同體 應該是意識比較好 不同的性質 心跟靜是不同的性質 比如說心是精神 然後 靜 比如說靜桌子是物質嘛 那是不同質 你是微視 微視 微視 它是說 比如說 有一個青色 嗯 那它講的是說 你曾經 有 有過青色的掩飾 然後這個掩飾 滅了之後 滅了以後 就存在 那個種子 所以 是怎樣 下次 有人在 談到青色的時候 你就 有以前那個種子 然後你就升起 那個青色的那個飾 對對對 那這樣的話 那它第一面的那個青色 是從哪裡來的 這是問題啊 這個是問題 沒有錯 在社大勝論裡面 就會去談這些問題 他們有他們解釋方式 這是一個問題啊 如果沒有外境的話 那你第一個 青色的 看見青色的眼是怎麼來 對這是問題 然後他們的解釋 可能會說 這是無名 就是無名才會這樣 呵 就是因為有無名 所以才會這樣 但是這個 可能要看很多 維斯的點擊 才會知道說 他們怎麼去說明 那現在因為 是從那個 中關應成派的角度 去解釋維斯啦 所以有些觀點 可能維斯不見會認同 對 但是我們就看 躍稱他怎麼去描述那個 維斯中這樣 這個問題沒錯 確實有這個問題 然後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假設 每一個凡夫都有無名的話 那他最終怎麼變成聖者 他沒有那個種子啊 成為聖者的種子啊 這也是個問題啊 對不對 這個 這個都很多問題喔 這一位 只去想你會發現 欸 維斯中的講法裡面 其實有很多問題會產生 那他們解釋就是說 在 雖然 每一個凡夫都有無名 但是他有所謂的法界等流啦 有跟法界類似的音在 在無名裡面 還有這樣的法界等流的東西 不過這個 這個很多細節 我就 這裡就不談喔 我們先就這個 因為有些人他 沒有專 沒有去瞭解維斯的話 講太多反而會混淆 總之我們講法我職 維斯中的法我職的法我 就是外境 認為有外境 這個就是法我職 或者換句話講 就是外境的一種執著 或者說心跟近是不同性質的 這種執著 這個叫法我職 好 那 凡夫不了解 這個情況 這是從為似的觀點來看 凡夫不了解說 這個青色呢 其實是 從先前的 字種 或者根 變現出來的 然後 認為這個 變現出來的青色呢 他是 外在的青色 這個就是 凡夫就有這個法我職了 這樣子嗎 好 那到這 ok 好 底下呢 我們看他解釋 他說 嗯 好 這我們上次有講過 分都吉福家跟真書家 齁 這個是 呃 上次講的是什麼 叫做 五十花 另外一個叫肉色花 我特別去查那個飯碗 這個是五十花 呃 或者他 他叫做 礦 他的名字叫 紫礦術 紫礦術 所以可能是偏紅的 齁 紫紅之類的 紫礦術 喔 或者叫肉色花 好 那重點齁 他舉這兩個 兩種花的重點是 他是紅色 他要講他的 紅色的形象 好 那說 如芬毒 吉福家 還有真書家等 身為紅象者 非如模擬 藥帶外色渲染 好 那這個模擬就是那個 比如說 紅色的寶石 他這主要是講紅色的寶石 表示說他舉的 這兩個例子 跟模擬這個例子 是不一樣的 然後 插在什麼地方 模擬是要帶外色 去染 才會變紅色 可能石頭裡面有一些 紅色的礦物 他才會變紅色 表示說 這個是要比這個例子 是要比喻什麼 比喻那個 就是 外境 那這個例子 這兩個例子 是要比喻說 那個 功能 深 功能深 紅色 這個是 外境 外境是紅色 然後 產生看見紅色的也是 那這個是 為是 不承認的 為是不承認這種 這種 他說 舉這個模擬的例子 這個是要說明說 這個是要比喻外境 那這兩個例子 是要 說明那個 功能 深 我們要說功能 深紅色 跟深那個 看見紅色的是 紅色 等於這個紅色不是 外在的 造成的 是功能所生的 那這個是 外境是指外在的紅色 這種情況是為是承認的 就是說 他舉的例子叫 支持他主張就是說 紅色其實是功能所生的 不是有外在的紅色造成的 不是說 有個外境的紅色 然後我看見 產生看見紅色的也是這樣 不是這樣 所以他接著他講的話 比如說 他以為 我們要用那個 這兩個例子來說明 比亞等相許 是從 智種子 智種子跟功能一樣 這裡是同位語 而有差別相聲 那這裡差別相 主要就是指紅色的形象 如是 到這裡都是比喻 都是比喻 所以到這裡 我們可以說這個是比喻 那 要講的意義在這個地方 屯在這個地方 一般我們說 如是呢 就是同樣的 同樣的 雖無清等外色 亦有是 便是清等 這樣 那這句話其實就是說 這個 就是 便是清等呢 跟是呢 這裡有兩個東西 都是從 智種功能所生 生這個 那世間就是指這個 前 這個世間其實就是 魚 或者煩 煩魚 世間的一般人呢 與此便是清等 這個便是清等 其實就是在講這個 清不是 外境 投射到眼根產生的 看見清色也是 是由功能種子所生的 這種清色 那世間人 不了解這個清是 其實是 跟是是 同一個性質嗎 認為這個清是 存在於性外 認為這個清是 一個外在的清色這樣 那集之為 是 是外 這裡是是外境 應該是 是外之境 自性 的自性 這裡要加上 知會比較清楚 在是 之外的 一個境 那自性在這裡 就是指性質 類似性質 就是說這個 這個境 的性質呢 它是存在 心外的一個境的 極之為 世外之境 自性 這樣 一般的凡夫呢 不曉得 這個清色 它是 自種功能所生 就反而把它 直為是一個 存在心外的 一個清色這樣 它的性質 是存在於 世外的一個清色 那這個 直呢 直為世外 之境的自性呢 這個 這個直就是一個 法我直 我們剛剛講的法我直 我們剛剛講的法我直 那底下它舉的這個例子呢 其實還是要說明說 凡夫不了解這個狀況 會把它直為 有外境這樣 譬如 湖中 進水充滿 湖暗樹之 細 紅寶 這個紅寶其實也是紅寶石 那其實重點不在這個紅寶 是在水中的影像 水中的這個 影像呢 四寶向線 那這個就有點像說功能生青色嘛 只是說它現在改成用紅寶石 油功能生紅寶石 這樣 然後 這一句是說 這裡的四寶向線呢 就是它是重點是顯現 如果我們看那個障文的話 它這裡用一個 能當這個 動詞 好 就說 它說這個 這裡是一個湖 然後這裡有樹枝掛了一個紅寶石 這個紅寶石的影像投到這裡來 對 等於說 實際上並沒有紅寶石在湖裡面嘛 可是 看起來好像有紅寶石在裡面 那這個就是 它會 顯現 顯現紅寶石的樣子 但實際上 凡夫會 就是湖面它會顯現紅寶石 然後 凡夫也會看到紅寶石 它 看到它 它是用圓 也會圓 圓 圓得紅寶石 但 實際上 並沒有紅寶石 等於在湖中 實際上並沒有 紅寶石 在 在藏文的描述是這樣 先有個 南 南瓦 那圓得是 可是 實際上並 那個紅寶石是 是沒有 所以 水中影像 四寶象現 這是一個顯現 然後這個絕的主詞就是 就是 那個凡羽 世間人 那這個絕其實在 藏文它是用密 所以應該是原德 或者看見 那凡夫會看見 或者原得到 湖中是有珍寶 這個珍寶就是 真正的紅寶石 是 染此湖中 比堡票 可是實際上呢 這個湖裡面 並沒有紅寶石 那這個也是比喻 所以 嗯 這裡一樣是用被 等於第二個比喻就對了 然後接著 意義在這裡 當之事 亦如是 也就是說 看見紅寶石的事呢 也是一樣 這個紅寶石 並不是存在心外 顯現出紅寶石 跟看見紅寶石的事呢 都是從 自種功能所生 這樣 就是這樣 故離內事別無外境 這個是回到 為事的主張 為事無外境 那為事無外境 這個主張其實就是 我們講的 它不是 心跟靜不是互相關待的 對不對 等於 我心根本不需要靠靜 所以 事是絕待的 它是不關待的 對不對 這個為事的想法就是這樣 等於說全部都是由事來主宰 跟靜沒有關係 對不對 靜是我變現出來的 可是外境論者呢 像 外境論者裡面有分 比如說 有那個 匹婆沙中 靜步中 還有 秩序 中關秩序派 中關應成派 這些都是外境論者 可是這裡面又 不一樣的觀點 那以應成派來講 應成派這種外境論者 他會認為 心跟靜是 一半一半的 都是互相關待的 沒有說誰主導誰 這樣 他是 就是說 心依賴靜 靜反過來也要依賴心 可是為事是 完全是由事來主宰 靜是完全依賴那個 事 對 對 對 沒錯 為分別假例 你還是有個 那個命名的基礎在啊 只是說這個基礎 他也是 為分別假例 一直 你找下去都是為分別假例啊 那他在自俱派的差別 自俱派的差別就是說 世俗中有沒有自信 世俗中 你找那個命名的基礎 找得到找不到 那更比 因為自俱派他有個 世俗中 盡有自信 所以他就 等於說他就是 這個是死有的部分 在應成派來看還是死有 等於你找那個 命名的基礎 還是找得到的時候 這個應成派來看還是死有 就不是完全的是為分別案例 是應成派的是 不管進心都是為分別案例 但是為分別案例不一定存在喔 比如說我們說兔角 也是我們的 興趣命名的 他不存在啊 為什麼不存在 因為他沒有命名的基礎啊 所以 為分別性案例 還要看他有沒有命名的基礎在 沒有的話就是 不存在 有的話才是存在 都是 都是一切都是為分別性案例 不管存不存在 都是為分別性案例 但是 我們講為分別性案例的時候 你要去分 有沒有 存不存在 還要分兩種 那這裡應該還可以 那接著有個富有藝門 這我們看一下那個 上文叫No.7 那 那 這個字面齁 這個 這個度跟 度跟拿都是拿吞嗎 兩個擺在一起就有點奇怪對不對 為什麼會這樣擺 其實它有省略 應該是說 Nova Jituin Nova Jituin 其實有V動詞省略 若是於一項 可是質疑還是很怪 若是那個 是是省略的 於的話是度 近是一 Nova 形象 直譯的話很怪 到底是什麼意思 Nova Jituin 它可能會寫Nova Jitu Nova Jituina 然後接著 比如說 點點點 接著又寫Nova Jituina 那這個我們 之前有類似的情況 譬如說我們說兩個弦的時候 那這樣我們出現 弦什麼什麼 另外一個弦什麼什麼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都是其他其他對不對 但是我們在翻譯的時候 第一個弦可能會翻 1嘛 一個 另一個 這個弦是NR的 變成說其1 另1 這裡 近也是一樣喔 只是反過來 字面是1 1嘛 這個顯示可以翻1 或者其他 其實在翻的時候類似 這個也是 1 這個是 另1 其1 另1 好所以 當 這樣的一個 就是說表達出現的時候呢 我們會說 一種情況是這樣 另外一種情況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 比較異議的 一種情況 的話 那這個是 另一種情況 好這是有成對出現的時候 那像這裡因為他 並沒有出現兩個 NRBJDUNA 所以 譬如說 一段陳述完了 另外一段又放一個NRBJDUNA的話 比較像是我們講的 或者 或者瓷外 那把鏡頭搭 這裡 可能要翻瓷外 或者再走 再走 然後看起來 是 為事要在 另外 講其他的狀況 來 成立他的那個 為事瓷外境的一個講法 所以這裡 把它插掉 所以這裡 富有異門 可以翻 此外 再走 好 好那這個 帳文還沒看嗎 我們再看 這個 64 第64 好剛剛前面他是舉那個 青色跟看見青色眼視 這兩個都是由自種生 那現在要講另外一個例子 他要講夢的例子 夢的例子 好那我們一樣 這是第64 第64 世紀 好也要我們先念一下 Milam Nani Su 因為這兩個是一個詞 所以我就變成這樣切開的話 不然照理應該說 Sudun 賢美把 可是這樣很怪 因為這是一個詞 Suk 腿線 美把 Rangni Milam Milam Tai Yi Nam Gian Sem Jong Wa Cittar Tai Sing Sera Dil Sera Dil Cira Mil Yi ni Yu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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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到此為止呢 都是 為世的 他再次陳述他的主張嘛 我們講62到64 這一開始有講 所以到這一季 好那我們看一下他這裡怎麼說呢 他說 Milam 在夢中 夢 好那這個拿呢是一個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狀態的觸隔 但是翻的話就翻 在夢中 或者在 然後這個泥呢 這個泥 在 寄送裡面出現泥的話 多半是補充音節而已沒有特別意思 但你要說強調也可以 所以他有兩個功能一個是 補充 通常是強調 而且他強調是強調 他前面的詞 所以 主要是強調 mi nam na 這三個音節 強調 mi nam na 他強調前面的 好這個你不會強調後面他只會強調前面 其前的 第二個就是補充音節數 補充 寄送的音節數 好 那 不管是強調或者補充呢他都沒有意思沒有特別意思 等於沒辦法翻出來 中文沒有對應的一個意思來翻 然後接著 俗 屯充音沒辦法 好那這個俗呢就是色 看到色你會想到什麼 在我們講跟進式裡面你會想到什麼 進嘛 這個是進 我就是要一個sense就說你看到色的時候 他可能要談進 那現在因為是為式的講法對 所以這個進是 存於心外嗎 不是 所以他用了這個詞 吞線 別意 字面是別意 等於這個別意色來修飾這個色 沒就是沒有 沒有別意的色 什麼叫沒有別意的色 沒有 不同於心的色 別意就是說 與心別意 好 這裡 就是在佛典裡面很多術以後就很麻煩 這個 這裡的表達是這樣 書 那其實這裡是省略的 南謝 是 南謝雷 南謝雷省略 所以這整個 翻譯的話是 別意 與 是 是 的色 別意於是的色 那換句話講就是 存於 存於 存於心 事外的色 別意其實 存在於什麼之外 這個事也要放在裡面的 我 是 我 能夠 存在於室外的色 別異於室的色就是存在於室外的色 等於這個色呢 它是一個外色 然後加上美把就是說沒有 沒有這樣的一個外色 沒有這樣一個存於心外的色 然後加個R就是說 在這種情況下 在沒有存於心外的色的情況下 哪呢 人內咪零 台影南間聖 中 動詞在這裡 所以我們先躲到這裡 這裡我先把它擦掉 我們這個部分先躲到這裡 我們說這個整個是一個狀態負詞 在夢中是一個狀態負詞 然後在沒有 存在於心外的色的情況下 這個也把它看著負詞 也是一個狀態負詞 所以是狀態負詞1 狀態負詞2 狀態負詞1 狀態負詞2 主要是這個哪是nl 狀態的觸詞 這個哪也是狀態的觸詞 這個哪也是狀態的觸詞 然後 從什麼 所以整個是一個 來源的負詞 然後再讀到 tai nam jian sen 這個才是主詞 然後 jong 動詞是不幾乎動詞 升起 三字 升起 是一個不幾乎動詞 那主要現在要看的是這個主詞 是什麼樣的心呢 tai nam jian nam是number的省略 形象 具有 他的形象 其實這裡 應該是省略一個 數個 的 今天是具有 具有 那個 的形象 的心 所以這個主詞是 具有 具比 那現在要判斷說這個比到底是什麼 具比 形象 之 這個字沒有出來 之心 好 那如果照順著前面來看的話這個比應該是指青色 青等 然後這個 俗腿線呢是外在的青等 就是 存於心外的青等 就是 存於心外的青等 所以 大概整個意思就出來 就是說 在夢中呢 在沒有 存於心外的青等的情況下 由 自 自己的功能成熟 自己 這個自己 跟前面一樣 這裡的自己是指什麼 在這裡 自功能 自種 是嘛 那個字 或者心 這個字在這裡是指後面的sem 那這裡 省略的數格 是 心他自己的 女把功能 所以把也省略 明是成熟 所以他也省略了把 所以他這裡省略很多東西 完整來講應該是說 sem 人給女把 明把 雷 好 這裡我寫一下 寫一遍 人 女 明 雷 雷 但其實這個副詞裡面呢 它省略很多東西 這個人是指 圣 心自己 的 女把功能 明把是成熟 這怎麼是成熟 功能 功能 自己 功能成熟 那這個是從格 從 從 心他自己的功能 或者種子 成熟之後呢 就可以產生 具有 青色等形象的性 這樣 那 這個 比喻其實很合理 因為夢中 確實沒有外在的青色 夢中不可能外在青色嘛 可是夢中裡面 你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顏色 青色是其中一種 所以他用這個來講 維視外景好像很有道理嘛對不對 很有道理 我們先看到這裡 這裡應該沒問題 好了嗎 我們都跟重點 這個 看一切 兩種 pc 青色 海 橫 青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